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作为晶片行业的翘楚,过去两三年是一枝独秀,厂商拿钱强产能都不一定能排得上对。 这也让台积电业绩做活践,前两年在晶圆代工市场上的份额也就是50%左右,现在已经到60%左右了。 更重要的是,台积电一家就吸走了整个行业绝大部分利润,各大晶圆代工厂的财报数据显示,第三季度,季度中台积电的运营利润占到了整个行业的82.3%。 高于第二季度的80%,这是该公司自1996年以来最高的营业利润率。 另外,格罗芳德的营业利润份额增幅最大。 其他厂商中,利润占比第二的是联电,达到了7.6%的行业利润,全球第四的中芯国际则是3.8%的行业利润,比去年的4.2%也有所下滑。 增长最多的是格罗芳德,利润占比从去年的0.7%大幅提升到了2.9%,其他厂商的利润占比就在2%以内了,甚至还有亏损的。 比如,英特尔,毕竟是重新做了代工业务,赚钱还要时间。 能跟台积电对比整个行业的优势,恐怕只有苹果在智慧型手机行业能与之相比了。 他们一家也是拿走行业七八成的利润。 不过,苹果更多的是靠品牌一家,至少iPhone手机本身的很多技术,相对安卓旗舰,反而没有什么多大领先,甚至还有所不如。 另外,与苹果不同的是,台积电技术先进程度及产能是其他厂商无法逾越的门槛,应实力更强,其他厂商追起来更难。 报告还表示,大多数代工厂似乎追求更高的平均销售价格ASP而非数量,这推动了稳定的利润增长。 据台积电财报显示,第三季度营收202.3亿美元,毛利率为60.4%,营业净利率50.6%。 报告期内,台积电5奈米的出货量占总晶圆收入的28%,7奈米的出货量占26%,7奈米及更先进制程占晶圆总收入的54%。 台积电财务长曾表示,为了应对2023年的成本上升压力,将持续推动价值的销售,长期毛利率53%以上仍可实现。 虽然台积电的运营利润表现亮眼,但根据台湾电子时报11月底报道,半导体材料业者爆料称台积电近月来,已明显缩减半导体材料拉货力道,且至2023年5月前都不会增强。 消息人士称,在经济整体下行情况下,PC、手机和其他消费电子设备的库存消耗过程仍然缓慢,导致主要客户的新产品晶圆代工订单大幅减少。 再加上新iPhone的出货量已经超过峰值,促使台积电放慢了半导体材料的采购,以应对晶圆厂产能利用率的下降。 在台积电主要大客户中,会打采用台积电4nm制程生产的,高阶RTX40系列销售动能不足,AMD也因PC试矿疲弱,采用7nm5nm加足的,GPU与CPU产品订单有所削减。 另外,高通、联发科虽陆续推出台积电4nm制程旗舰晶片,但安卓手机试矿低迷,对于新品头片转据谨慎。 英特尔大单缩水,新单遥遥无期。 台积电方面日渐坦言,由于AMD、联发科、高通和苹果等主要客户,削减订单或转向5nm、4nm工艺,台积电的7nm、6nm工艺产能利用率。 在第四季度的大部分时间里,一直在下降。 另外,由于手机和PC等终端市场疲软,从2022年第四季开始,7nm、6nm产能利用率将不再处于过去三年的高点,预期此情况将至2023年上半年。 但半导体材料业者也透露,台积电2023年上半不止7nm产能利用率走跌,原本满载的40nm、45nm及28nm也将出现松动。 16nm、12nm跌势更为显著,而最受关注的5nm、4nm在第四季度保持充分利用,这将使该代工厂第四季度的收入表现于第三季度相比持平。 然而,5nm、4nm目前虽受惠大客户新品推出而维持满载,但2023年1月起也将逐月下滑至年终。 2023年上半整体产能利用率估计将降至八成。 并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,摩根大通报告表示,台积电将在明年上半年陷入更深低谷,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美元即营收,将分别较上级下降9%和12%。 另外,鉴于5nm和7nm建设放缓,摩根大通将台积电明年资本支出预测从340亿美元下调至310亿美元,摩根市单里11月初也估计,台积电可能将扩充3nm制成的,部分支出延后到2024年,因此明年资本支出可能进一步降至300亿至320亿美元。 据研究机构Gartner近日的预测,今年全球半导体营收达6180亿美元,成长4%。 2023年半导体营收预测将从此前预计的6230亿美元下修至5960亿美元,较今年减少3.6%,终止连年成长态势。 其表示,半导体营收短期展望已经恶化,全球经济快速恶化和消费者需求减缓,恐将对2023年半导体市场产生负敏影响。 目前,半导体产业由消费者、企业驱动的市场呈现两极化,其中消费市场受通膨、升息等因素影响,造成消费者可支配所得下降,支出优先考虑、旅游及休闲娱乐等,对电子产品采购产生负面连锁效应。 尽管总体经济趋缓、企业网络、运算、工业、医疗和商业运输等企业驱动的市场相对具有韧性。 企业驱动的市场相对优势来自企业策略投资,以强化居家办公基础架构、业务扩张计划和持续数位化策略。 Gartner 指出,记忆体晶片市场需求疲软,库存增加,客户要求降价压力,预期整体2022年记忆体晶片营收将保持平稳。 2023年营收孔减少16.2%。 不断恶化的经济前景对手机、个人电脑和消费、电子产品产生负面影响,这将使得DRAM市场供过于求。 预期2022年DRAM营收将滑落至905亿美元,减少2.6%。 2023年营收孔寄一步滑落至742亿美元,再减18%。 NAND Flash快闪市场,因今年第一季发生晶圆场,停工导致价格上涨。 预期今年快闪晶片营收有望攀升至688亿美元,同比增加4.4%。 但受需求恶化、库存过剩影响,预计2023年快闪晶片营收,将同比减少13.7%至594亿美元。 Gartner表示,总体经济环境恶化削弱消费需求,不过企业投资渴望有助工业、电讯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等市场受影响较小。 对于2023年下半年半导体试矿复苏状况,业界分析,目前推测潜在复苏或发展模式较多人讨论的一有三种。 乐观派认为是V型复苏,较背观派认为是U型或是L型发展。 另外,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,近日也发表了针对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预测报告,其认为2022年对产业而言是非常成功且重要的一年,因为相较过往,半导体对世界有更大的影响,但也继续面临重大挑战。 该协会之言,头部晶圆厂产能利用率正处于下滑阶段,以8英寸厂受创最大。 2022年四季度产能利用率恐降至85%以下,预估需求要到明年下半年才会反弹。 总而言之,SIA的观点与业界看法相近。 此前,世界先进已预告,客户需求放缓导致该公司产能利用率骤降,产品平均单价面临下滑压力, 预期库存调整孔持续二至四个季度,并二度下修纪年资本支出,至约新台币210亿元,明年资本支出也会持续减少。 至于半导体产业何时有望复苏? 台积电总裁魏哲佳此前已在法说会预告,库存调整预料将在明年上半年结束, 事况有望在明年下半年回升。 SIA也认为,半导体产业以周期循环著称,预计2023下半年需求才会反弹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